小亮哥水气大儿子录取十一间美国名校被赞翻。当年妻子婚后退居幕后带小孩,苦心完全没白费。 一人小亮哥和年龄差距十三岁的年轻老婆林姿佑结婚后,两人便过住甜蜜的家庭生活,林姿佑本是本土局演员,结婚后她也就淡出荧光幕,甘愿在家相夫叫子,至今已经当了二十一年专职母亲。 林姿佑自从成为专职家庭主妇之后,她便天天接送两个孩子上下学,亲自做饭,丁功课,所有事情一手包办,甚至花大把大把的钱将儿子送到各种财一般,即便总共花了超过千万,她依然骄傲喊,CP值很高。 如今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,大儿子,幼,考大学时录取了国内外总共十一所名校,小儿子,左,则是进入淡江大学就读,对于文学相当有兴趣。 林姿佑自又表示,自己从小对儿子就不走打骂教育这个方式,因为儿子哭了老公会骂,所以如果儿子读书写功课感到太痛苦时,他就会告诉儿子不想写就不要写,自己去学校跟老师说写不完就好,用这方式反而会让孩子因为不想当坏孩子儿乖乖把作业完成。 除此之外她的小儿子也透露,妈妈从小就不会给他们钱,有需要什么跟妈妈讲,妈妈觉得可以的都会买。 例如她热爱文学,每次只要有想要的书,妈妈都很鼓励。 据说林姿佑自又夫妻俩当初本来也有询问小儿子是否想要出国读书,不过她似乎意愿不高,目前就是专心陪伴在父母身边,专心把台湾学业完成。 小儿子说,她自己似乎没有过叛逆期这种东西,比起哥哥外向个性,她比较喜欢在家陪父母,让父母感到十分窝心。 虽说林姿佑自又当初为了家庭放弃很多,但现在换来两个儿子的非凡成就和乖巧孝顺,一切也是很值得了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